來 繼續講 因為剛才下課老師 處理原本 同學敲課打球的事情 來 現在繼續講 你剛才講到電汗對不對 你講到電骨對不對 要講電極 電極有兩種分類 一種是消耗性的 一種是非消耗性的 非消耗性的 為什麼它可以當作非消耗性 因為它溶點高嘛 不容易摧毀 所以像碳污、石墨、電力器 電力器就是電降 老師有講電降電池 電降也可以講 再來 消耗性電極 最常用的就是碳鋼 碳鋼 所以碳鋼會一直消耗 碳鋼還可以 沒有很貴 所以它可以消耗性電極 再來 電降的總類 在這邊 電降有幾種啊 1、2、3、4、5、6、7 幾種 來 第一種 真壁金屬 電降 真壁金屬 這是很廣用的 也是用金屬 當作電極 真壁金屬電降 再來 碳鋼電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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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碳 對不對 所以是非消耗性的 有沒有 原子氫電極 原子氫電極 碳鋼很少用 jug 因為有缺點 被取代 所以原子氫電極 這就是用兩隻乌棒 兩隻乌棒 你看 一個電極需要到兩隻乌棒 貴 更穩重還有其他缺點 對你們自己看出 這樣 來一進來 觀眾學 二年級學長 優秀學長 請各位學弟姐妹注意看 未來的金手獎選手獎 他會贏獎 各位同學拭目以待 好不好 好不好 加油 金手獎 各位同學要好好向這個優秀學長學習 好不好 原子清淨和少用平用 潛伏電汗 喔 用在甲板 甲板分出現在什麼地方 船上 對 船在甲板 戰車的鋼板會不會 潛伏電汗用在這些地方 好不好 後鋼板前部電汗 再來 舵器 屋極電汗 舵器齁就是舵性氣體 舵性氣體有哪些 周期表有沒有學過 舵性氣體 本身 舵就是懶惰的意思 舵性氣體有 就是不常用 不常用就是 除非這個弓箭很精細 需要高品質 或弓箭很薄 需要把它焊接在一起 我才會出動 最貴的 鋼板 那這個電池是什麼呢 那這個電池是什麼呢 舵器屋極電池 欸屋極 顧名思義它就是 屋棒 當作電池 一根就可以了 ok 舵器金屬極 你看 舵器又來了 所以它也是用舵性氣體 對不對 金屬極 欸金屬極它沒講 是什麼極 也沒說這個金屬是什麼 所以你只要這麼計 知道它是一個消耗性的焊線 我猜是碳鋼 為什麼 因為碳鋼常常做消耗性的電池 對不對 再來7 電泥氣 電汗 就是電漿 電汗 對不對 剛才有講過 剛才有講到電漿嘛 有沒有 好 再來 焊接的位置 這個時候我要知道一下 焊接的位置有哪些 平漢 橫漢 立漢 仰漢 平漢 flat 平 英文 所以是F 橫漢 橫 英文叫Horizontal 水平 橫的 所以代號是H 橫漢 橫漢 立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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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看過光股節 立漢 要立起來 V 立漢 代號 養漢 養是養忘的養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代號是OH OH是什麼 氫氧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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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的氫氧根 對 有這個氧這個字 所以是氧汗 OK 好 記起來好 在這裡 這個第五章 有一個公式你要記 就是H等於IET 只有一個公式 H就是熱量 單位是焦的 I是電流 單位是安培 E是電壓 單位是伏特 T是時間 單位是秒 這個要知道 OK 細部自己去看 看有沒有相關的計算格 再來 剛才有一個地方 我少講的 就是這個地方 墮氣汙極電汗 剛才他說 我說 汙磅是只要一個 因為兩空汙磅的這個 原子氫氣汗 原子氫電汗 已經零用了吧 但是電源供給 有兩種電源供給 一種是DC DC叫做石油電 AC叫交流電 哪一個比較好 AC AC是交流電 構造比較簡單 也就是那個電源供應器的機器 比較簡單 直流電源供應器比較複雜一點 因為你要把交流變直流 所以構造比較複雜一點 他們分別適用於不同 和不同的材質 這裡有寫 鋁跟鋁 適合用交流電 當作電源 鋁跟鋁 你可以發現鋁跟鋁 這兩個容點比較低 所以我們用交流電就可以了 如果用直流電 鋼跟鋁 知道 稍微這個 記在腦海中 原來墮氣汙極電汗 有兩種電源供應器 一種是直流電 一種是交流電 交流電 比較構造比較簡單 它適用於鋁跟鋁 稍微近這個東西這樣 再來 焊條 原來電焊也有焊條 對不對 焊條就像剛才我們舉的例子 就是所謂的焊料 我們最直觀的就是我們之前 不是有焊錫 那個錫簽合金 照視頻就遲到了 把它站 站這裡 這次遲到比較久 我可能要進礦課 遲到15分鐘就是進礦課 還沒15分鐘 這幾點打鐘 20打鐘 現在是30分鐘 焊條 我們要介紹 沒關係老師繼續上 我們這裡發展 焊條 我們要介紹焊氣塗層的功用 我們在做這些變焊的過程中 因為金屬要融化 有時候金屬會噴漸 這時候焊氣塗層就很重要 我們看焊氣塗層有哪些功用 這些你要知道喔 一刻喔 一個穩定電弧 把這個閃電的電弧穩定住 第二 產生保護氣體 保護氣體形成 就不容易氧化 對不對 第三 減少金屬建散 金屬噴噴噴 不會被保護氣體包住 讓我們的焊氣過程 比較安全 第四 除去氧化物還有雜體 可以把氧化物除掉 垃圾也可以去掉 太好了 這就是焊條 或者是焊氣塗層的功用 焊氣塗層是屬於焊條中的某一個成分 你這個稍微知道一下就好了 好 講完最後一個 其他的焊接方法 你看喔 之前我們介紹了 有沒有 介紹了氣焊 氣焊跟氣切割是類似的 有點像雙炮胎 再來是電焊 電焊講完 接下來介紹其他的焊接方法 其他焊接方法分為兩大類 一種是電焊焊接 電焊焊接比較重要 特殊焊接 其次 電焊焊接 什麼叫電焊焊接 老師寫在這邊 兩塊薄金屬板 同時加壓 也是通過大電流小電壓 這樣就把焊接在一起 知道喔 好 電焊焊接的分類 這幾個你要知道 其中一點焊接最常用 其他重要的 我應該補充的 我都補充了 我們看一下電阻焊接 有哪一些 第一個 點焊接 浮塗焊接 接縫焊接 端壓焊接 閃光焊接 衝擊焊接 總共這六個 是屬於電阻焊接 第一個點焊接 比較重要 重要 拿五顆星 所以你要知道 免焊接 是屬於電阻焊接的一種 也就是兩塊薄金屬板 對不對 大定 柳 小定 雅筑 加壓 黏在一起 浮凸焊接 浮凸 故意示意 有東西是浮起來 突起來 什麼東西浮起來 突起來 也就是我要用衝床 先突 先衝出 突點或突線 這樣方便我們連下焊接 所以是焊接前 我先用衝床衝出爐點 這叫做浮凸焊接 閃光焊接 這裡 老師把重點寫在這邊 為什麼叫閃光焊接 重點在於電爐加熱 接合面 我用電爐加熱 我用電爐把它加熱 這個接合面 這個接合面 對不對 然後呢 怎麼加壓呢 因為我們說過電阻焊接要加壓 他用活動夾頭濕加壓力 這就是閃光焊接 其他細項你自己開 衝擊焊接 自己開 這樣OK 好 好 講完 接下來講最後一部分 特殊焊接 特殊焊接 有哪些 煤色焊接 摩擦焊接 超音波焊接 電子速焊接 爆炸焊接 發熱焊接 電熱溶炸焊接 冷焊接 也就是冷焊 擴散焊接 講完總共九種 重量的火圈起來 把重要的東西強調一次 其他不重要的我就不強調你自己看書了 因為我們是濃縮再濃縮 我把二十幾年的精華 濃縮濃縮變成超級濃縮經濟 給你在短短的時間內把它吸收進去 時間還沒有到 你遲到 你遲到 如果二十分遲到 你要再炸五分鐘 三分鐘 是 我還沒有二十分遲到 沒有啦 二十分打鐘 你三十分鐘進來 所以 我以我的表 我二十八分鐘 以我的表 很準 我的表 我對衛星 除非你的表比我還準 我的表是對衛星 我二十八分鐘 真的啦 三十啦 你不要問我 這個男孩子七七八糟 真的啦 三一點 特殊安階有哪些 剛才講喔 第一個我們來介紹雷射安階 對 坐著站著就好 等一下在一起 雷射安階 這故意見有喔 一般常用的雷射 有兩種雷射 二氧化碳雷射 紅寶石雷射 雷射 知道嗎 我們顆粒就有雷射加工機喔 叫雷雕機 功率比較小 在工業的雷雕機 可以切割進鎖 鋼板 一般來說 雷射焊接 我們會用在精密 或者是電子工業 因為雷射是一種光 所以 這個材料必須要有吸光性 才能吸收光 才能產生熱量 才能進行焊接 這個東西 雷射光很細 對不對 光速很細 所以才會用在精密電子工業 再來 摩擦焊接 摩擦焊接 摩擦焊接是什麼 摩擦會生熱 對不對 那他這裡有一個重點 你的弓箭必須是圓形 就好像兩個圓柱對接 兩方加壓 然後旋轉 摩擦生熱 融化 就焊接在一起 一般常用在製造 高炭鋼 專頂 或者是高塑鋼的 傳生 誒 專頂和傳生 都都是圓柱形 所以才會用摩擦焊接 我是當骨髓就是我有點的簡寫 我這樣寫比較少一點 再來下一個超音波按間自己看 電子數按間 電子數剛才有點像是電漿 必須在真空中 這個知道一下就好了 因為你在空氣中的話 電子在跑會被其他的氣體分身擋住 無法產生 我想要的風呢 爆炸焊接 爆炸焊接用在大面積 可以是相同的金屬板 或者是不同的金屬板都可以 兩種金屬板 用爆炸焊接 或者相同的金屬板都可以 但重點是兩塊金屬板是大面積 再來下一個發熱焊接 發熱焊接就是利用化學能 剛才老師在這邊有講的是化學能 對不對 所以發熱焊接是什麼東西發熱 它是一種混合粉末 等體積的鋁粉跟氧化鐵的粉末 等體積混合 加熱 加熱 融化 融化 融化就好像強力膠一樣 把兩塊金屬板黏在一起了 發熱焊接又叫做鋁熱料焊接 鋁熱料為什麼叫鋁熱料 再來電熱溶渣焊接 再來電熱溶渣焊接 知道一個中間 重點就好了 我用立焊可以達到兩米厚 立焊剛才有說過 符號代號是B 對不對 所以你這個地方 你要這裡再複習一次喔 也就是焊接未知這四種 簡單的代號 你要知道 再來冷焊 冷焊不明適應 不像是 什麼 軟焊啊 或者是冷焊聽起來是冷的 所以它的母材不會融化 有點像是軟焊 因為它的溫度比較低 所以才叫冷焊 你要記得一下喔 好看是430度以下 母材不融 所以你這裡你學到喔 有時候我們在漢接的時候 有的是母材會融化 剛剛打個融化 有的是 只是漢條漢條融化 母材不融化 你要有這個概念 不是漢 不是所有漢接 都融化 好請坐 再來 你要擴散按間 擴散按間 擴散 就好像 兩個人緊緊抱在一起 你的細胞會擴散過去 它的細胞會擴散過來 所以擴散 就是 加熱到溶點的0.7倍 還沒有到溶點 但是 0.7% 不是 70% 有沒有 因為到溶點已經全部融化 不要讓你有點融又有點沒有融 有點像 軟化的巧克力這樣 然後把兩塊金屬板 黏在一起 靠在一起 它在接觸面就會慢慢的擴散 這樣就把它兩塊金屬板 黏在一起了 這種就是擴散按間 重點 你在擴散按間的時候 一定要放在真空 或者是弱性氣體裡面 擴散 要不要這樣填量 不用啊 我就是純粹兩塊 對不對 黏在一起 你看 有時候你把那個 兩塊東西 常常放太久 它就黏在一起了 就像 你們家有沒有那種 透明的塑膠板 書桌 有沒有 我們家會有這種情況 透明的塑膠板 然後呢 我下面鋪一張報紙 結果過很久 這個報紙 跟這個透明的塑膠墊 黏在一起 這就有點像是 破散按間 好 最後介紹 最後的部分檢驗 也就是我焊接完 有哪些方法可以檢驗 第一種是 遺體盛動 第二種是 磁膠 檢驗 第三種是 超音波檢驗 第四種是 放射線檢驗 這個可以自己看 老師講最重要的 磁膠檢驗 它可以檢驗鋼鐵 物質或空間表面的缺陷 或者靠近表層的缺陷 或者靠近表層的缺陷 我們可以利用脂粉經驗 好 大概 老師掃一下 有沒有掃這樣 大概就是這樣 哇 總算把第五張看見全部講 好 趕快掃起來 待會老師要檢查 各位的筆記